林常佐也是要谈一下 大千你先来谈 林常佐要怎么谈呢 这个人 是要去呛人的 结果被呛成这样 这个故事呢 告诉我们一个人生哲理 就是你站队伍很重要 他就应该站在人民的这一边 应该站在市场摊商的这一边 但他跑去站在中央的这一边 代表中央官员去呛台北市府 你有没有搞错 站错队 他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 PTT网友脑袋超级清楚 就帮他做一些整理 你曾经是实例 你小绿不走自己的路 民进党要你怎样做 你就怎样做 那请问一下中间选民 前绿选民先选你干嘛 我就选民进党就好啦 代仪式是要帮人民发声的 不是帮政府去骂政敌 你是万华选出来的 你有没有搞错 你要对选区负责 你做到哪一样 三加十一的时候 无功为躲起来 可以骂克文哲的时候跑出来 这不是送头是什么意思 送头 署长知道吗 不知道 我以为这台语 跳过 选区有没有死人 有没有为难 为万华争取最大的利益 怎样让万华人摆脱污名 搞清楚代仪式的责任是什么 不是出一张嘴而已 更多惊爆的吓死人了 他担任228基金会的董事 动不动就去讲228 15次董事会议当中 他只出席一次 这位受难者家属非常的愤怒 不但希望他拿掉董事的头衔 同时希望他这辈子 再也不要再讲228这件事情 跟他的很多的负面新闻 很多这个族繁不及备载 大千先讲 对我觉得林长佐这一次是一个 对所有的民意代表的 一个很好的教材 就是说当民意代表 当得太混的 最后始终是要还的 那么万华是这一次的 疫情的重灾区 他受到了整个诺富特饭店的 混居跟三加十一的牵类 变成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热点 那林长佐的选区是在中正万华 坦白讲我过去担任了 14年的立法委员 就是说以一个立法委员的角度来看 今天如果是我的选区 他成为了一个重灾区 我必然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会想尽各种办法 去跟他们站在一起 为他们发声 帮他们解决问题 但是很显然的林长佐 什么都没做到 他并没有为万华人讨公道 没有去追究三加十一的责任 没有去追究诺富特饭店的责任 甚至在民进党政府 或者是绿色媒体试图要抹黑万华 提出所谓的万华病毒的时候 林长佐也是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 才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那更不用讲 今天环南市场是他的票仓 大家今天有看到 我看到很多这个民进党的侧意 开始攻击环南市场的摊商 你们不需要去攻击环南市场的摊商 因为只要在台北市选举过的人都知道 环南市场都是挺民进党的 包含这位自治会的会长 有人怀疑说他过去是挺柯文哲的 查了一下才发现 原来他过去是挺姚文志的 所以市长是挺姚文志 立委是挺林长佐 你们民进党的侧意跟网军 有什么资格去攻击你们自己人 今天整个环南市场会反 不只是那个会长跳出来讲话 旁边的摊商都帮腔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会群情激愤 很简单 就是林长佐什么事都没有做 林长佐在事后贴了一份公文 说他早就去做了这些事情 然后只是大家不知道 不要鬼扯 我们都当过立法委员 我当个立法委员 邀功是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如果我今天真的为了台湾 我的选区的人民做了什么 我一定照三餐讲一遍 我还怕大家不知道 我还会发传单 发简讯 用尽各种办法 让我的选民知道 之前在污名化这个万华 说是万华病毒的时候 他有讲话吗 还有这个三加十一的会议记录 他是公开反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 他既不想查出三加十一的会议记录 然后他看到万华被污名的时候 他也袖手旁观 最后你一错再错 你居然还要把摊商打疫苗的功劳 揽在你身上 所以当然大家就忍无可忍了 如果今天摊商能够打疫苗 是你林长佐做到的 你早八百年你就去宣传了 你绝对不会等到被骂了之后 你才忽然拿一份公文出来说 哎呀其实我有做 我为善不遇人知 我默默的在做 只是你们都误会了 所以林长佐他在处理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先前太混 事后太蠢 所以才会导致到 他歪楼歪到真的歪的 整个楼都已经塌掉了 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攻击 让林长佐现在非常难以处理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 PTT对于林长佐的这题呢 也非常的热 大家说什么 哎呀林长佐要被民进党切割了 本来就是养的狗啦 还有检讨二二八都偷懒 你再混啊 三立要断尾求生了吗 我们看到三立也在弄这题 三立到底怎么搞的呢 竹放火墙吗 断尾求生吗 有人说强倒众人推 就是林长佐的处境 来下一张 好民进党只会搞分化跟内斗 美脑又白目啦 谁挺得下去 消费二二八你有告辞了 你竟然敢消费二二八 哈哈他没有下界了 可割可气啊 可以把它割掉 不只是哈巴狗啦 还是落水狗啦 可怜呐 民进党冒号 这个火不能烧到咱们身上 所以当然去切割林长佐嘛 是不是还有一张 绿共说 林长佐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了 滚 这咖真的超恶 狗被民进党阉割了 没用的政治劳啊 就是这种下场啦 多行不义必自闭 有没有看到 网路上讨论的超级热烈 大家骂林长狗 林长狗 对不起啊 口误 林长佐 跟骂狗一样 讲太快变成骂林长狗 好 韩冰 大名林长佐你有按赞吗 哇 这按赞标好高 已经2.8万了 是 我觉得 林长佐其实我觉得 他是不得已的 为什么 吃人嘴探 拿人手短 因为你要知道 他光是跟着民进党走 这一路下他拿了多少钱 什么赞助什么东西 什么补助款一大堆 大港开场 对 光是他那个冲组 那个烂电影 各位没有人要看一部烂片 也不知道他演什么鬼 所以他去呛歌是要告诉民进党 我有做事 哪个钱我有办事 他从后到尾就是民进党的测译 他早在还没有加入 时代力量之前 他就已经是民进党的测译 他不断的靠着这个 其实他跟什么你知道 他跟之前蔡丁贵这些人都一样 他们都是打着台独的旗号 实际上在赚钱的这种 是啊 你知道 他就靠这种方式来赚钱 然后自己A的满盆满波 然后呢 他现在理论上来讲 他不是民进党的人 他可以在这件事情上 他站出来 至少为自己的票仓发声的 可是他为什么没这样做 他反而选在一个很奇怪的时机 去呛科文哲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其实 第一个啦 我也讲比较那个一点 反正市场这些人会不满 对不对 等到整个事情风波之后 过了之后 下一届会不会投给他 我觉得会投给他机率还是很高 我必须讲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已经看穿了这种东西 所以他也不怕 我只要这个时候得罪你一下 我之后再去给你按奶劫 然后再去给你收结 然后大概就没事了 他看穿了这些人的心态 那再来呢 因为他必须要靠民进党的奶水喂养 他每天接受民进党太多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说他 他不只是1450而已 他是VIP版1450 1450是领一年小钱 他是每年几千万 几千万这样拿 大咖的1450 对 超级大咖 最大一只蟑螂就是他 所以他必须在这个时候 硬着头皮也要上 那他上我就觉得 他唯一做错的事情 他选错时机 因为他选一个很奇怪的时机 明明那一天陈时中也在 老实讲你那一天在骂科匹说 我早就叫你们筛检 你就是不愿意筛 不愿意广筛 你是忘记你旁边在的那一个 他也是不愿意筛的大将之一 他就是最不爱筛的那一个 然后结果你知道吗 他当初在那边骂的时候 你如果有看那个影片的话 陈时中一开始投开始怪怪的 他就觉得想说 你怎么在我旁边你能骂我 结果我发现那个他自己来 林昌总还没搞清楚 说实话身为立委 他连这个政治的风向 他都搞不清楚 他都不知道 连陈时中风向都变了 其实那一天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要批评什么 应该是陈时中去酸柯文哲 他在旁边看戏就好 结果你一个什么都没做的万华立委 然后呢到这个时候你突然跳出来 你还去打柯文哲 陈平林昌总开始做危机处理 你看到很积极 南机场加速筛减 已经请北荣预备制约 已经等等之类的 他在积极洗白 你觉得这危机处理有效吗 这没效啦 我跟你讲 其实他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废话 老讲他只是一个立委而已 北荣为什么要听他的 我请教一下 北荣为什么要听他的 大家记不记得 他之前还在海渊说什么 我一开始 我6月15号我就发了公文 叫大家就是要给环南市长 全部都打疫苗 结果发觉人家6月2号命令就下来了 所以他在干什么 他其实是故意在那边讲一些 有的没的 希望能够弥补 但是我觉得这种弥补是没意义的 他看起来是不是就是一个 搞不清楚状况的人 你看到没有 连这么重要的事情 当选的话就还愿 还愿 谁敢去骗神啊 他就是这样子 选上他连水果都没有送 我们以前选举要去还愿 还要送一盆花放在那里 是 所以我说真的 其实他这样子的风格展现 就是他是标准的民进党人 因为民进党的主张就在变神 现在最大那个苏贞昌 不就专门变神了吗 所以他这样是嫡系 我劝他赶快加入民进党 我叫你的选择 我叫你 我叫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